和平戰爭和宗教自由是教宗方濟國在蒙古國第一次公開發言的部分主題 教宗是國教公向當地政府首長發表講話前 致送了一封信的授權覆印本給蒙古國總統 原件目前藏在梵蒂江博物館 這封信可以追溯到1246年 是教宗樂森四世派出特使到蒙古 希望增進了解日益迫張的帝國之後 由當時蒙古的第三任統治者給教宗的迴信 在象徵友好的致送儀式結束之後 教宗讚揚了蒙古多年以來 並且在歷史上致力於宗教自由 在距離中國與俄羅斯邊境 不過幾百英里的地方發表講話 教宗也強調蒙古保持和平對外政策的重要性 在前開箱服務當地規模細小天主教信眾時 教宗鼓勵蒙古國的政治人物 繼續高舉人性尊嚴的可貴努力